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大玩家 感谢关注本频道 点击订阅将会收到更快更新的信息推荐 点赞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 若说文鱼圈哪一个家属的情绪生存非常杂踏 那无疑谢贤一家了 好比谢贤,他不但有三段分配 第三段分配,coco果然比谢霆锋都大不了几许 与其说当妈,还不如说是姐姐呢 娱乐圈当中的明星感情真的是错综复杂 而在大家八卦的这些明星情感当中 最轰轰烈烈,而且特别直白的应该就是王妃 谢霆锋以及张国之榜 大家应该都知道 谢霆锋和王妃这两个人 以前曾经是前任的关系 虽然很多人都觉得这两个人是姐弟恋 但是两个人还是公开的恋情 但是后来谢霆锋却娶了张伯芝 当时两个人的婚礼也是让大家觉得特别的般配 就是金童玉女命中注定 而且谢霆锋和张伯芝两个人还有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儿子 就在陈冠希事件爆发之后 谢霆锋依旧不离不弃 大家觉得这应该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了 无论外界怎样的攻击 我始终站在你的身边 我永远在你转头就能看见的地方 可是就在这件事情慢慢尘埃落定的时候 谢霆锋和张伯芝两个人就离婚了 而张伯芝也一样云云 不但在嫁给谢霆锋以前就有许多的绯闻 果然还在婚内爆出了艳照门事件 可谓疾风认知 并且即使分手了 还与秘密须眉生下了第三胎 还没说出孩子的生父究竟是谁 相配劲爆 因此谢霆锋脱离张伯芝与王妃走在一路 也无可非议 那么王妃为什么不嫁给谢霆锋呢 本来毕竟在谢贤这里 他说王妃不吃烟火食 受不得约束 张伯芝的脾气固然大大咧咧 却真正顾家 但是无论是谢霆锋还是王妃 这两个人根本就不会在乎外界的声音 始终低调又甜蜜的生活 很多人都非常奇怪 谢霆锋竟然深爱王妃 为什么不娶她呢 很多人都说谢霆锋的家里不接受王妃这个儿媳妇 其实真相并不是如此 谢霆锋的父亲谢贤 也曾经在公开场合当中一针见血的说过这个问题 让大家觉得原来我们都错怪张伯芝了 很多人都觉得在这段婚姻当中张伯芝是过错方 但是在谢家父母当中并不是这样 谢贤说王妃的性格是无拘无束的 张伯芝的性格大大咧咧 然而张伯芝才是真正顾家的女子 王妃不适合婚姻 她只适合谈恋爱 听到谢贤的这个讲法之后 大家觉得也是特别的现实 也真的是觉得错怪张伯芝了 毕竟感情并不是一个人能决定她的走向的 而且王妃和谢霆锋两个人都有各自的婚姻 但是都没有走到最后 或许对于谢霆锋和王妃来讲 他们对于婚姻的本质已经看得太过清楚 如今的相处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完全不需要用一纸婚书来束缚彼此的人生 喜欢了就在一起 不喜欢那么就各自分开 不需要像王妃的《匆匆纳年》当中的歌词 在感情真正的结束之后 大家真的是不需要再有段思连 也不需要再见面红了眼或红了脸 也许对于王妃来说 她的摇滚之心离开了 生命中还会有其他人来填补这个孔缺 李亚鹏可以说 作为非常疼爱王妃的人 世事事无巨细 真的是做到了梦想中的完美情人 自从认识王妃以后 什么都照顾到了 杨岚曾经采访过王妃 经历这么多的感情风雨 你还相信爱情吗 王妃听完很笃定的回答 相信啊 当然相信 因为爱情确实时时刻刻都存在啊 就是不存在在我的身上 也存在在其他人的身上 我相信爱情也相信缘分 只是我不确定爱情和缘分 到底会持续多久 传统直男李亚鹏从最一开始 追求王妃的时候 就开始展现了暖男的本色 先是通过打麻将的时候 故意输给王妃 来讨王妃的欢心 再后来 直到王妃因为窦镜彤的上学的问题头疼 就独自找到校长 再等了三个多小时后才见到校长 别看不是自己的孩子 但还是很用心的 李亚鹏也很清楚 他喜欢的这个女人是亚洲的天后 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他还是决定听一下 就像他说的那样 我娶这样一个老婆回家 我自然要牺牲的多一些 但没办法 我就是爱了 终于在2005年 王妃李亚鹏大欢 李亚鹏终于美梦成真 两人一时间风头无两 在和李亚鹏有了心的孩子后 王妃基本处于隐碎状态 不出作品 不见天后 那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天后 最终还是淹没在柴米油盐中 这就为两个人的结局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邪合不合适 只有脚知道 王妃她本身就是个冲动型的性格 要不然也不会出现之前跟斗维的事 你让她一天天相呼叫子 柴米油盐的几乎把她的性格抹平 这样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 前几年在扬岚访谈录里面对采访 这两个人就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 也似乎能看出来最后的结局 李亚鹏是个公正的好男人 挣钱顾家不私混 但是相比于王妃来说 她太传统 甚至于有些死板 李亚鹏觉得王妃跟李嫣没吃完的饭给她吃了 这就是浪漫 听到李亚鹏这么说 王妃就嘀咕了一句 这有什么浪漫的 当杨岚问两人生活中是什么样子时 两人都有些尴尬 后来李亚鹏说 在家里 两人几乎没有交流 她最大的安慰就是听王妃的歌 感觉一个人戴着耳机 听王妃的歌就是最大的交流 直到杨岚问她 这算是什么交流 一个大活人在家里 你去听人家的歌 王妃见状也是不自然的笑笑 她说 自己是个没什么耐心的人 跟李亚鹏也聊不到一起去 于是乎 大事上没有探讨 小事上没有交流的两个人 好像除了是名义上的夫妻外 其他的时候跟陌生人也差不多 果然 八年之后 两人宣布婚姻结束 结婚之前郎才女貌 离婚之后天天君子 不温不火之间爆出巨大的新闻 也围堵这两人了吧 最后两人还说 一个说 这一世的夫妻情意已尽 我很好 你也保重 另一个回 我要的是一个家庭 你注定是一个传奇 谁要家庭 谁又是传奇 就这样 两个人的婚姻彻底从互相依偎 变成了劳燕分飞 没有对策之分 当然了 你可以说是李亚鹏太传统 不懂情绪 这可能跟一个人的家庭和成长经历有关系 两人的女儿还是有天生的缺陷 大家也知道 他们俩的女儿是天生的纯烈 两人在王妃怀孕的时候就知道了 但是 两人瞒着其他人 还是把孩子生了下来 这也导致了王妃在后来成立天使基金会 励志于救治 因为先天性 吐沉的孩子 大爱无疆 没有经历就没有体会 没有百分百的感同身受 在两人离婚后 还经常被拍到两人为李燕庆祝生日 你能说这样的李亚鹏王妃 没有对只能感情认真吗 李亚鹏是个好丈夫 但是王妃要的仪式感 他给不了 所幸及时止损 这也是王妃最大的特点 果断 一旦出现了让自己不舒服的事 他不会隐忍 他会果断的离开 再去寻找让他感觉到幸福的人 王妃就是活得太明白 不会让自己受一点委屈 离开了李亚鹏 之前跟王妃闹过风飞恋的谢霆锋 又回到了视线 相差11年的姐弟恋 谢霆锋和王妃 是在梁朝伟的庆功宴上认识的 当两个人手拉手出现的时候 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风飞恋不惊而走 让人猜测纷纷 但是这对情侣年龄 怨历相差太多 那时候 王妃比谢霆锋大11岁 是不折不扣的姐弟恋 但是年龄在爱情面前确实不堪一击 两人手拉手面对媒体的时候 他看向她的时候 就像他当时看着斗维 满眼里都是爱人的样子 但是好景不长 谢霆锋最终选择了张伯芝 而王妃选择了李亚鹏 在2002年的时候 张伯芝因为工作中出现意外 谢霆锋赶过去探视 这才引起了风飞恋的第一次分手 以后这样的事件还会不断的上演 但是谢霆锋和张伯芝的绯闻没有传多久 几个月后张伯芝承认两人已经分手 谢霆锋在两人之间反复横跳 跟张伯芝分手后 他又回到了王妃的身边 在跟王妃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 夜夜升歌毫不快活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缘缺 两人在2003年年底再次分手 而这次分手才给了李亚鹏的机会 2005年王妃格里亚鹏结婚 2013年两人离婚 谢霆锋可能是受了点刺激 在2006年跟张伯芝结婚 并且还有两个孩子 于2012年跟张伯芝离婚 本以为王妃就会就此好好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结果一年后被爆出跟谢霆锋死灰复燃 还被拍到了两人接吻的画面 两人顺其自然的恢复了情侣关系 十几年间 两人分手复合再分手再复合 虽说两人的年纪都已经很大了 但是那个从小是谢霆锋偶像的王妃 最终还是变成了她的小女人 从14年复合到现在6年时间了 谢霆锋在面对媒体的时候 每每提到王妃都是一脸甜蜜的笑容